我觉得成功是没有捷径的 因为它就像我们小孩这样 当他去学走路的时候 是必须一步一步的去学习走 跌倒学习走跌倒 吸取了经验 一段时间过后 他才可以一步一步的走稳 哈喽大家好 我是Kenex侯顺瑜 我是来自AXISMOOT SENDYAM PERHARD的执行董事 参与这次的金铃舞奖 想证明自己和公司的肯定 然后想提升自己和企业的形象 增强企业的方向 凭借着近年来对市场的机遇把握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也带动了直播的热潮 我们身为批发商 提供了货品给我们的零售商 他们也取得了很好的业绩 我们的公司能坚持至今 是因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品质和服务 呈现于大家 成功的定义对我来说是自己不断的 客户结业了 然后剩余的客户在这段时间不断的尝试 我们不断的配合 从线下转变去线上 然后刚巧遇到了直播的风潮 慢慢慢慢做到现在 他们也越做越好 我的公司未来计划是扩大业务范围 开拓多元性和海外市场 我想感谢为公司付出的团队 感谢他们在店面的销售运营和大家互相配合和体谅 让公司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也让公司经营呈现了稳健的状态 Access Mode 打破传统 创造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